魔女精色英国祭祀集 新兴提升系列 感觉这位师兄姐就瞬间live up 似乎身上多了个光环 也常听到一些人把净土常挂在嘴边 如开始说净土的谁来找我 梦境中净土的师兄姐来找我 我有好几世在净土 净土的等等 不晓得的人觉得过去从净土来得很厉害 但几年下来才发现原来这个光环会害死人 为什么会害死人 众生经累劫累世的轮回 大家都有喜气的问题 有好的也有坏的 接到好的喜气 修持的净土就很快 接到坏的喜气 净土当然就变慢 不过这也是个机会 好好改正过去累积的错误 而坏的喜气中包含贪嗔痴慢疑 彩色明食睡等 此外还有一项非常难发觉的喜气 功高我慢 执着于净土的光环 就是功高我慢的最大来源 自己当初也傻过 觉得过去非常美好 刚开始听到净土这名词 是在净空法师说法的西方净土 刚学佛的时候 听到真的非常的向往 一整个觉得人生的目标都在这里 但后来经过不断的诵经 修正习气 以及增加人生的经历后 发现净土其实就在身边 去净土的目的也不是享乐 享福 而是去浸修提升心性 浸修后再成愿来度众生 现在再听到有人说他过去来自净土 这个词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在净土与在世间都是修行 只是换个环境修 该做的事都差不多 但人世间更难修呀 诱惑多考验也多 但是好好修就能提升修行层次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真的要好好把握呀 现在大家都在努力消外道院 或过去修篇的习气 务必要认清这件事情 认为自己高高在上 有净土的光环 使通往地狱的快捷方式 功高我慢很难察觉 这是大部分修行人的盲点 所以经社的宗旨有三种心 慈悲心 欢喜心 悲下心 悲下心摆最上面就是代表那是最难修的部分 佛与魔只有一线之隔 一个利他 一个利己 悲下心没修好 很快就会跨入魔的领域了 您来自净土吗 只要看得淡 放得开 到处都是净土 分享二 修行 要有像运动家一样的精神 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 即使遇到挫折和失败 也不能放弃 才能回到净土 心思不振 无思乱想 都是自己造成的 只要思想端正 心存浩然正气 干扰就拿你没辙 古云 万静本贤 唯心自闹 心若不生 静自如如 我常常想何谓净土 我反省这近三十年来 我的心未曾清净 所以我回不到净土 心若清净 则净土现 古云 万静本贤 唯心自闹 心若不生 静自如如 一切都是自然现象 若能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如如不动 那何处不是净土 人常常都会犯同样的错 因为看不到 摸不着 所以认为不存在 常常心愿一马 向外攀求 但凡走过 必留下痕迹 过去所造假的善恶业 深深适时跟随 如影随形 习气要改 真的很难 就如习惯 吆喝东 吆喝西 哪天不吆喝了 还真的会不习惯 在家操持惯了 哪天放手不管 那这个家 又会变成何种光景呢 挂爱 就是人生修行的阻碍 古德云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此生不像 今生度 更像何生 度此生 把握难得的人生 精进修行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加油吧 共勉之 分享完毕 人来到这世间都是从头修起 无论您过去是从天上下凡来 还是从地狱爬上去 只要轮回到人世间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例外 人生仇业 人来到这世间就是为了化解因果愿仇而来的 在面对各种考验与挫折的过程中 渐渐提升心性 淬炼成熟原种的智慧 圆满世间每一段缘分与责任 无论您过去从哪里来 都要把握当下 精进修行 破除执着 放下烦恼 并且利益众生 您才没有白来人间这一遭 从净土下凡来 也许是怀着广度众生的慈悲大愿而来 也许是为了提高修行层次 历练新性而来 也许是为了偿还尚未还清的因果债 也许是为了消除过去修偏入外道的业礼而来 等等 无论是哪一种因缘 从净土下来 人间就是来接受磨练和考验 不是来享福的 若是佛菩萨曾经开示您过去从净土来的 那您更应该要精进努力 认真修行走在正法正道上 就要确定目标勇往直前 不要浑浑噩噩 得过且过 以为有过去从净土来的光环 就可以单逆于尘老俗物之中 妄想着佛菩萨自动来接引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您得先提升心性 恢复自尽的光明与清静 才能与佛菩萨相应 否则 整身乌漆漠黑的 佛菩萨怎么找到您 若是您过去没有待过净土 那也不必担忧 在这世间 每位众生都是平等的 只要您愿意把握宝贵的光阴 精进努力 从念诵大圣经典的过程中 学习佛菩萨的智能 并且落实在日常生活里 解由生命中的挫折磨练 砥砺心性 恢复自尽的光明清静 您就能与佛菩萨相应 更能与净土相应 何愁不能往生净土呢 往生净土并没有保证门票 短看您在人世间的 所作所为决定 佛国净土是佛菩萨 所创建的极乐世界 如何才能解脱往生极乐 佛菩萨已经将方法都记录 在大圣经典里头告诉众生了 您必须努力精进地诵经 体悟经典里佛菩萨的智慧 并且将之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点一滴地改正习气 消除恶念 破除执着 放假烦恼 若您被尘世染污的心 洗刷干净 恢复本资具足的佛性与清静 您自然就能与佛菩萨相应 与净土相应 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人来世间 不是仇业 就是修行 即使曾在净土待过 若两项都没有 如白来一趟 放得下就修得上去 放不下就被绑住 修不上去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成功一定要努力 努力修行都不一定能回去净土 更何况是没有努力修行呢 净土在宇宙中是最佳的去处 要回净土 就要有信愿行 努力修才回得去 只要含有一口气 就含有机会努力修行 人就是一世事在轮回 信愿行要具足 且心性要提升到某一程度 才能往生净土 不是想去就能去 上中天 则是福德资量够 就可以上去 希望 使为未来买下种子 有愿就有方向 今时要去 则要具备许多条件 要用心 比别人更打拼 更认真 更要信愿行 闻思修 信 相信有净土 愿 往生后愿意去净土 行 指修行 修细修自己的心 行则是付诸行动 利益众生 度化众生 并且劝人念佛 多做善事 若什么都没做 该怎么去呢 肚子饿时 只吃两厘米 是不会饱的 修行 一复如是 佛法之前 人人平等 我又努力精进 才能改写既定命令 翻转人生 想去净土 不需要有任何背景 只要有坚定的毅力 在人世间的磨难中 砥砾心性 催炼智慧 培养慈悲心 欢喜心 悲下心 时时刻刻 心系众生 利益众生 您就是在落实 佛菩萨的智慧 与慈悲 您的心 就是菩萨心 当您所思所想 皆与佛菩萨相同 您就能与佛菩萨 感应道交 自然也能与净土相应 花焰金云 心如公化师 能化诸世间 五蕴息从生 无法而不造 世间万物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心无挂碍 便无有恐怖 想去佛国净土 不必舍尽求愿 一切佛土 不离众生 一念清净心 而得成立 心净则佛土净 只要努力提升心性 慈悲欢喜的利益众生 您自然就能在心中 创建一个清净的桃花园 南无本事 释迦牟尼佛 魔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劫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一生看到没一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世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潮阳村 陆军陆 一段271号